好 马英九在520的就职演说的时候 指出这20年来两岸的宪法定位 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而且历经了三位的总统从来没有改变 强调在不同不独不武的原则之下来和平互动 而对此呢 马英九的前任李登辉 就透过Facebook来炮轰了 就说这种说法是扭曲历史和自我矮化 至于说蓝营的立委的话就批评说 这是绿营的台独使命感作祟 所以李登辉才会有这样的发言 马总统520就职备受瞩目的两岸关系 搬出宪法层次谈一国两区 20年来台湾两岸的宪法定位 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历经三位总统从未改变 马总统更认为一国两区是宪法层次 更是现今两岸互动的现实 两岸政策必须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 维持台海不同不独不武的现状 在九二共事一中各表的基础上 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而我们所说的一中当然就是中华民国 就职演说上 总统棋盘和大陆有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的默契 但一提到一国两区可是源自李登辉总统时代 阿辉被第一时间脸书反击 表示一国两区的主张 从我开始简直是扭曲事实 1999年 李登辉以总统身份向国际宣示 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我国不包括中国 当然不会有两区概念 马英九只敢在台湾自己国内讲一个中华民国 到了国外 甚至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强压之下 甚至面对中国的所有的压力 他是不敢讲一个中华民国 马总统连任就职搬出两岸宪法定位 就是一国两区 还暗指民进党执政也没反对 不止返江绿营一军 更牵动两岸政治敏感神经 中文新闻黄金领秋圣台北采访报道 好的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我们已经要请到的新闻点评来宾 是中时电子报的总编辑梁宝华 宝华兄您好 是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宝华兄我们就先正本清云一下 就是根据这个马英九的讲法的话 这个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是这个历任三位总统来的 这个最大的公共约束 但是根据这个李登辉的讲法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要是把这个事情 给厘清一下 到底谁说的对 还是谁都对 但是都只对一部分 是 如果从宪法概念说 一中两区 基本上我们现在在宪法征修条文 第十一条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说 我们过去从李登辉总统开始 到陈水扁总统 即使最消极的陈水扁总统 基本上还是要承认中华民国宪法 你如果承认中华民国宪法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两个所谓的分制地区 已经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现状 只要承认中华民国宪法 而且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 作为中华民国总统 我觉得是没有理由 再去反对这样的一个说法 OK 所以我们能不能这么说 就是站在从李登辉 陈水扁到马英九 就是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 可以算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那尽管李登辉呢 他在这个Facebook上面 就是有对这个马英九嗆瞎 但是如果说就照您所说的 这个架构的话 李登辉的谈话 还是在中华民国的宪法架构之下 他自己就两岸关系 所发表的一种看法 和一种政策 但是他并不能跨越宪法的位置 是不是这个意思 而且我觉得李登辉 在他的那个Facebook上面 所写的 我觉得有点是像矛盾的地方 第一个所谓的对内 或对外的一个概念 不是你自己说了算 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在对内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设立一个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才会去设定一个两区 他不是放在两岸之间 互动的定位上 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牵强 不管怎么样 我们所有 我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一切以法为整 以法行政 我觉得所有的说法 就是在一个法律的前提上 宪法是根本大法 我们在宪法的这个基础上 去做所有的行政 去定位两岸关系 我觉得这一点是毫无疑异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不能说 我因为两岸的特殊关系 所以制定了一个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条例 又不普及于 所谓的两岸关系的定位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点牵强 好 那如果说我们就 假设是站在李登辉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他认为 就是马英九讲的是错的 那他自己讲的 就是他在1999年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这个特殊国与国的关系 那我们就假设就是说 李登辉讲的是 他自己心里相信 他说的是真的 那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讲的这个话 放在这个宪法位阶下面 跟马英九的谈话 就必然会有冲突吗 是 绝对是必然冲突的 我要这样说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是因为他在1999年7月9号 接受德国之音的一个记者专访 所提的一个说法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他是一个国家领导人 对外的一个公开的说法 但是我要说回来 他并不行诸于法律 他绝对不是我们法令上的 两国之间的 或两岸之间的一个定位 他只是一个态度的表达 那我们回过头来说 陈水扁总统在任期间 不晓得有多少次说过 一边一国这样的一个概念 两岸是一边一国的概念 但他也有很多次说到 两岸之间所谓事不一没有 这些都是普遍行诸于 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文字 但是在任何的宪法上 没有做任何调整 在所有的法律定位上 我们也没有做任何的更动 所以我必须要说 我们到最后 一个个人意志的表达 跟实际上法律文字的一个形式 它绝对有位阶上的差异 对 所以就照您这样讲的话 就非常清楚地讲清楚了 就是马英九他所讲的 这个一个中国和两个地区 他根本上是站在一个宪法的高度 那跟李登辉的一边的一国两 一个特殊国与国 跟这个陈水扁的一边一国 基本上他们是有层次上的不同 是 是 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就非常清楚你再朝跟再也的差异 你只要一再朝你一执政 你就必须要顾及到所有的国际现实 我们看到陈水扁总统在任期间八年 他所有的说话在说完之后 美国那边相应的强烈反应 让他马上会做一些倒退 所以必须要再重新诠释再重新解释 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现状 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时候 在1999年我们李登辉总统在任的时候 发表了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之后 两岸之间的关系紧张 跟国际间对我们的那个一个反压的压制 我们都可以强烈的感受到 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调整再说回来 这个就是实际的一个现状 所以我觉得在也现在可以完全 不负任何责任的攻击再朝的一个 所有的定位关系 但是实际上等到他们执政 即使是民进党再次执政 我都相信 他也必须要重新回到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好的 而这一次这个马英九 在他的就职演说里面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台湾的未来 有一个铁三角是很重要的 那第一个就是要两岸要和解 而且实现台海的和平 另外一个就是要活路外交来拓展国际空间 以及国防武力来吓阻外来的威胁 请您就这个三个铁三角来做一下点 其实这个铁三角关系也非常清楚 我们知道台湾其实在现在来讲 绝对第一优先一定是两岸关系 台湾过去台海问题是被视为所谓 亚洲的不安地因素之一 非常强烈的 是所谓的亚洲的火药库之一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怎么样跟对岸处好我们的相对互动的一些关系 绝对是我们第一药物 也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往外发展 所以两岸关系的和平相处 绝对是台湾生存第一药物 然后台湾一定要有所谓的国际空间 但是国际空间我们不能跟以往一样 我们所谓的风火外交 到处点火 然后去这边一下去那边一下 但是实际上对台湾整体生存 没有任何注意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国防武力 所以这个东西也很清楚 所有的和平必须要付出代价 那只有实力才是和平最坚强的一个基础 我觉得在马英九作为第二任总统 他必须要非常清楚 他所负责的这个国安领域 外交两岸这三个 要怎么样整合起来 才是他可以做好第二任真正的一个基础条件 谢谢宝华兄 而接下来呢 这个马英九在他的这个就职演说里面 还提到了就是除了这个铁三角以外 还有五大支柱 就替台湾的未来 至少未来的四年要打造一个愿景 这里面包含了这个强化经济的成长 动能创造就业跟落实这个社会公益 以及打造这个低碳绿能的环境 后织文化国力 还有积极培育和延览人才 您是怎么样看这个马英九的五大支柱 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概念 基本上在强化经济成长动能 你只有经济成长动能有了 其他的才有 我们才会有一个所谓的 就业人数增加的一个问题 才会有一个再去谈到 所谓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 甚至才有谈到环保的问题 我觉得所有的核心回过头来 第一个是最重要的 那在这一个概念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马总统 其实也非常清楚 我觉得他在所谓的 强化经济成长动能这个领域里面 很核心谈到一个概念 基本上就是对抗韩国 怎么样让台湾有具备 跟韩国一起成长的一个动能 怎么说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自由经济示范区的 一个概念 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概念 其实某种程度 就是现在中日韩三国 他们准备在今年启动谈判的 所谓FTA的一个概念 怎么说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台湾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 在全球里面 欧盟的成立 现在越来越坚实 现在虽然欧元区有一些问题 但是不妨碍它成为一个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一个实力 第二个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区 在1994年 马斯锤克条约之后 欧洲的马斯锤克条约之后 他们马上赶快成立 美国 加拿大 还有墨西哥 对 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新的经济体 现在亚洲没有 所以在中日韩 从1998年的 所谓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快速地在商讨 这样的一个议题 所以中日韩 如果这个经济结盟 在这个区块成熟之后 其实特别其中的韩国 对台湾的影响会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 在面对韩国 这样的一个快速 茁壮的过程里面 台湾如果不相应 做非常多的一个动作的话 它基本上很可能 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落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马总统在他的演说里面 特别提到 韩国现在已经加入 这个所谓的美韩的FTA 已经签署生效了 我们又可以看到 中日韩马上要开始 启动所谓的FTA谈判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台湾应该要 成立所谓的两岸 自由经济示范区 自由经济示范区 是全岛自由贸易区的 一个基础概念 这个概念其实说穿了 我觉得回过头来 就是针对两岸 两岸应该要 更大幅度地开放 然后FTA必须要加速谈判 所以我觉得它所有的思维 全部是放在 怎么样抵御韩国 然后要竞争过韩国的 一个思考的基础上 好 不过我们晓得 就是这个马英九的政府 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理念上是绝对不缺乏 但是可能在执行上 会碰到种种的困难和挑战 就拿这个经济示范区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一个大的idea 但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 它有具体落实的方案吗 没有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 现在金建会正在加速规划 我觉得所有的问题 第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 总统应该要决定 它的方向我相信是还是对的 第二个到了所谓的政策层面 到了行政院各部会 要拟定这一个政策的时候 我希望他们能够更具体可行 到了实际执行的时候 要怎么样百分之百地落实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马政府 在过去不断为人民所诟病 最重要的核心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它的政治层面 像比如说美牛这样的一个问题 它的思考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实际到执行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发现非常粗糙的一些 为人民所共同讨厌的一些地方出来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必须要再三 我们这一次520 其实马总统是在一个非常低调的情况下就任 因为真的是民进党的抗议 台联党包括亲民党的一些抗议 我们都可以看到 然后外面风雨交加 哇这整个气氛 我觉得是相对非常低迷的 而讲到这个相对低迷的态度 您觉得就是说 现在有没有看到一个未来 就是说马政府 尤其是马英九 马本身呢 他能不能找出一个 就是在理念和执行方面 一个能够两者兼顾的态度 因为今天就是马英九也已经承认 就是说他在很多地方 这个公共议题上面 或政策的改革推动上 或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他都听到了 那也责成这个行政部门 要这个加强的改善 但是问题是 我们真的看得到 他会就这个方面来着力吗 对 所以我要说的是 其实这方面的问题 在过去四年 真的是历历在目 我真的要说 我们的马总统 他真的是全民总统 因为他要太求好 求到全面接好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结果反其道是全民接骂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个性上的一些缺点 真的要求其全善 我觉得某种程度 真的是不可能 你只能下判断 对最多数人 最大利益为主 你不能求全到 让每一个人都说你好 我觉得那是不可能 但是我要说回来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的行政团队 我觉得这些 以政治作为终身置业的 这些官员官僚 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行政技能 再提高 否则的话 对于马总统 只是不断地在伤害 这样的行政 我来证明 你证明 就你证明 这是我来证明